提供在地特色的萬年火產業 露出在地生產、在地消費 輸到一開始 火大龍火特別要在7月12日和13日兩天 基本這個種下萬年火就是整個活動 邀請民眾來到火大龍火 進行農村潛土體驗 他就準備在7月12日和13日這兩天 基本的種下茉莉藝術劑活動 主辦的火大龍火 進行中來調開記者火 要來公佈今年的活動重點 這次的活動就是 種下茉莉藝術劑活動的推順 活動期間是7月12日、7月13日兩天 7月12日是屬於正態 7月13日的活動比較活潑 上次我們有一些報名的資訊 可以將我們的粉絲頁 跟我們推廣部來做一個順問 有什麼活動的內容呢 我們這次有小小茶匙、鳳茶匙 還有茉莉花、香燒DIY 一定要出席選團記者火 管長公佈美說 這次的活動規模更加大 用工素也做火加力 更透過一些品牌的加工設計 讓火大萬里火 變成一種文創商品 減股都優先、增加農民修裂 都在我們農會、總幹事和農會 所有動員的努力之下 把我們傳統的茉莉花 改造多樣化的一個發展 包括一結合到泡茶、 結合到手作茉莉花的肥皂 還有做薰茶的相關的一個活動 那最主要是透過一些品牌加持設計 把我們的茉莉花 讓它變成一個文創 讓它多樣性 增加我們這個農民的一個收入 主辦單位基礎 創下茉莉藝術季瓦東 就要在七月十二、十三後 在火大萬里火、脈相關的中間行 相關瓦東信息 可以向火大雄農會來順問 到中華新聞中世良 火大蔡宏報道